因为一份买卖合同 经历了多次诉讼 我想咨询律师 我们的官司 问题到底出在哪 求助人 梁先生 李女士 求助类型 房屋买卖合同修分 其实是源于两年前 当时签的一个合同 对 遇到什么问题 我是卖房在买房 说好的是90天 完成过户 过户完 接着就给全程款 不超120天 当时他让我签合同 我说因为我眼神也不好 我回家看看再签字 然后他说不允许拿走 您看不见我可以给您念 于是他一边念一边勾 就说阿姨这行吧 这行吧 他就一个一个的就勾 然后我说行可以 就这样 他说那没意见 我去打印了 我说好吧 于是我就签了 签完以后 当时给了我一万块钱的订金 完事我就回家了 过几天我一看这合同 哎呦当时我就懵了 怎么呢 他不是90天 而是190天了 190天就半年多了 因为这些重要的天数 也和金额也好 都是手写的 不是手写的 打印的 打印回来就变成190天 他先头念的 那个是用手写的90天 就打印去了 回来 我们当时也没看 四本合同 摆在上的面 就是啊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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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一片翻 就手把手的 让我签字 李女士说 由于金颁的中介公司 是一家十分著名的 房地产交易公司 因此出于对品牌的信任 李女士没有确认 打印后的合同内容 就签了字 这个 他先190天 我就找去了 我就急了 我说不行 我不能等这么长时间 我们急需用钱 他说这没关系 这个虽然说是190天 290天您也别管 这只不过是个笔物 肯定让您90天 能过完户了 年底之前 您就拿到钱了 您就等着 回家数钱去吧 老代代 于是他就给我写了 一个工作的流程 确实他写的也是 90天完成过户 120天也就 基本就完了这事 前期调查得知 李女士是在2016年 8月28日 签署的卖房合同 截止到9月份 先后三次 共收到了18.9万元的订金 11月 他们配合办理了 网签手续 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 买家任何的钱款 在这期间 李女士夫妇 只能一直等待着 买家给自己打款的消息 一等就是五个多月 期间我就催呀催呀催 总是敷衍我 快了快了快了 都到第五个月的时候 我这钱还到不了 超过90天了已经 对 他马上一月份就春节了 我们期望了 他在春节的时候 能给我们来一电话 就说我这钱呢 已经到位了 或者说还差多少钱 你赶快给我 一句话没有 所以过了春节2月5号 他那边倒催着我们 赶快办手续 这么着那么着 所以我们也是出于气愤 我们也不卖了 所以其实你们那时候 是不太信任他了 是这意思吗 很不信任了 而且在这期间呢 房价突飞猛涨 就算给我这170万 我交了24万多的超标款 这是必须得交的 要不然杨战老师不允许上市的 然后我也就剩下140多万 这140多万 我已经买不了房子了 那会儿房价突突地往上涨 急死我了那会儿 我只能不卖了 所以你们后来不想卖 主要就是因为房价有变化是吗 房价涨得太多了 我那房子都能卖300多万了 一个是房价 按照原来的异想 我们肯定买不了房子了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 在4个月之内 我们已经订了一套房子了 跟人家约定的12月30号以前 我们绝对把钱给您 如果付不到位 您自行再出售 口头约定 对对 因为钱没在手里头 我们心里会踏实 所以不能跟人签合同 等于口头约定 你们是要全款来付这个房子 对对我们是全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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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